今天很謝謝焦點提供這個機會 讓我們能夠認識這兩位市集的創辦人 因為其實一般大家對於就是白米打架單客 可能就還停留在 所以他可能剛出獄的階段 但是因為透過這個的分享會 所以我們知道他現在為了小農 然後站出來辦了市集 然後也知道了就是周末荒橋的背後 他其實有了什麼樣的裡面去支持他 然後因為就是有很多交流的機會 所以就會跟江澤門他們就是更多很 就是可以深切的問到自己想要問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這個活動